今天這點傳來自法連的新聞新聞說到 何岸三馬上百發行台灣物中1969年 對9年生的每一個世界 有農民對福利潤風三起發行衣食物中 含用手機協力 先說你無求法連連根處 陷阱家裡感染態度保留 不敢說靠天的物中 不過福利向的農會 通過日向來斷 該者發明的動物 又遷命台灣物中的提進 還宣布說無關無力 而本拿到動物是寶寶 又對兩邊看他那 大家通過當中有一對人也跟一說 我傳給朋友看 大家都說應該是黑熊 機率比較大 蠻像的啦 經過我們的調查 其實在那個田間裡面 是沒有看到所謂熊的跡象啦 大概田裡面大概都是只有野豬 跟狗的跡象 甚至有一些野兔啦 那這些都沒有找到一些熊的足跡 或者是他的熊毛 雖然林務協會的態度保守 不過福利向農會 是因為樣片當中的通過 由台灣無欣賞協明鐵金 所以鮮部不及當地沒有 本期施多保 之前農田會另外透露團派 既然沒有辦法看他那 當初在進發熱烈討論的地方 發動天氣的環岸山脈 上禮拜發現台灣無欣 不過最近經驗當地農會 一直去腿痛離山脈 衝刺營 所以可能要實在透過 這次的事件 好好思考環境營修 我們可以找到一塊公有地 然後我們可以讓他安全的 在那邊生活 我們提供他夠多的糧食 他是不會再來 因為那糧食就不會 他就逐水草而居 蟲其實是很明顯 很敏感的動物 他不會隨便侵入到人的聚落 但是一旦讓他侵入 他就一直常來 所以我們說一定要做好 這種防護工作 環境營修 既然在世界各的普世加齒 透過禁止發動 三發兩月 三壓發電之間 四大平分 加害同胎次元 強勇強損的防止 卡卡新聞 五小平 樓粉心 發電報透